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则会把人类的喘不过气 于是有些毛线人在经过讨论后 选择平和的把金线解开 有些人的金线则是自然的松脱掉 也有人无法形成共事 其中一方决定自己拿剪刀把金线剪断 转身离去 金线断开后 有些人会举办庆祝的party 有些人则是伤心不已 有的人将金线收起来不再看他 有的人则是无法接受金线就这样断开 飞丽和维维安是住在飞维新的毛线人 两个人绑在一起两个月了 常常吃饭约会 每天讲两个小时的电话也不累 但渐渐的维维安只要见不到面 就会一直生气 让飞丽觉得很困扰 两个人吵架的次数也变多了 这一天飞丽终于决定和维维安好好谈谈 只是当飞丽一提到要把金线解开 维维安就会暴怒 没办法好好谈话 让飞丽非常害怕 这一天飞丽在必不见面三天后 收到了维维安送来的讯息 这下子该怎么办呢